MV正式上线各大音乐及视频平台,粉丝在观看完MV后表示画面太美并纷纷表白自家偶像,但是在MV发布不久后,网络上又出现了另一种声音,指责易阳千玺滑雪用替身。 这部分网友明确表示,异阳千玺,在我们的时光MV里蒙脸滑雪就是用替身。小编严重质疑这部分网友怕是千玺的黑粉吧,滑雪这件事都想抹黑千玺。 下面小编为大家梳理一下千玺的滑雪历程,还请各位路人擦亮自己的双眸,物中黑粉圈套,2016年1月9日,那时正值农历,2015年的冬天,易阳千玺第一次在微博上发布了有关滑雪的内容,并配闻到滑雪的小孩,也会微博换行的小孩,哪怕警我们都是不完美小孩警。 当时曾一度引发众多粉丝在朋友圈晒图和男朋友一起去滑雪的热潮,这不两年过去了,还有粉丝在朋友圈进行着各个系列的幻想,可见千玺的魅力实在是难以阻挡啊。 2016年12月21日,也就是那年的冬天,有网友偶遇千玺,并看见他正在滑雪,然后便立即拍摄了相关动图,不过官方并未对此作出任何回应,只有少数粉丝看见网友发布的相关微博。 但是从网友拍摄的动图中,可明显看出确实是千玺本人在滑雪并且技术还不错,以此,我们可以推断出千玺对滑雪是十分热爱的,对相关技术的掌握也是十分熟练的。 2017年11月30日,也就是今年的冬天,组合官博发布微博强烈暗示我们千玺又去滑雪了,因为从图片中可以看出千玺手拿滑雪版,做好姿势,准备滑雪。 此外18日上线的MV从3分29秒处,开始辨识滑雪部分的内容。 综上所述,一阳千玺不会滑雪及滑雪用替身的说法都属造谣,只不过是某些黑子,想抹黑一阳千玺罢了,一阳千玺近来人气之高,热度之高难,免会招来某些人嫉妒,所以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污蔑千玺,去损害千玺的名誉,以此让路人对千玺无感甚至是反感。 我们粉丝应该提高警惕,毕竟守护千玺的只有我们,没有其他,此外,对恶意造谣者直接举报,不要去评论,去反驳,以免给他们增加热度,让更多路人传播谣言。 当然,小编建议通过私信反驳,以表明我们的态度并宣泄我们的情绪。 最后,小编在此提醒各位黑子及喷子,不要恶意歪曲事实,更不要随意捏造事实,俗语曾言,善有善报,恶有恶报,不是不报,只是时候未到。 当然我们粉丝也要充分保持理性克制,不要以牙还牙,不然我们与黑子,喷子有何不同,更不要带着偶像头像到处乱炸,为千玺昭黑,获得路人好感很难,但是让路人反感很易,谣言止于智者。 谢谢大家。